面体淋上火红辣油 再铺上满满漏灶跟皮蛋 增添层次 让人光是用看的就口水滋溜 一大球面丢下锅煮 再用夹子搅拌开来 等面熟的时间老板也没闲着 在碗里调制独门辣酱 一大勺蒜泥 辣油 加上乌醋调味 还有关键的这一味 好 麦方上切块皮蛋还有漏灶 这碗皮蛋面就大功告成 这间隐身北市信义区巷弄内的 麻辣料理专卖店 偏重口味的辛香辣酱 是店内的一大特色 不少上班族每到午餐时间 都会温乡而来 也算是比较喜欢 想要吃点重口味一点 就来到这家店 恰好的那种适中的辣度 它的鸭血就是卤得很入味 因为有一些鸭血 可能就是外面只有那个辣油的味道 然后没有进去里面 店内餐点和灵魂的秘质辣酱 老板坚持全手工制作 其中这锅麻辣汤底 事先准备就是一大工程 比较耗食 前前后后准备到炒完 大概两三个小时一样 对 因为它不能大火 只能慢火这样炒 耗食被供的汤底 竟然全靠自学 老板凭借记忆中 消失后的好味道 做出个人特色 我是在眷村长大的小孩 对 所以我们就是我的餐点 其实都是小时候的回忆 小菜因为也都是受到我父亲的影响 因为我爸爸他以前很会煮菜 除了煮食干面 有皮蛋 公包等不同风味 店内小菜也抓住桃壳的味 麻辣臭豆腐洗饱酱汁 看起来相当入味 老板靠着儿时记忆汉一道道赌门好料 让好滋味继续飘香 近新闻 林妙如 陈正佳 采访报导